各位好,我是Younger,简称杨哥 我们加入社群之后,如何再进入社群与人互动 同样的,你建立社群的人,如何再进入社群去做一些设定 本单元介绍LINE社群如何进入手机版 进入LINE,选择聊天 聊天在下方 选好聊天之后,上方就有一个加 我选择加 这里有个社群 我选择社群,进入OpenChart的页面 右上角有一个三个等号的选单,图示 我点一下,进入我的清单 也就是你已经加入的社群或是建立的社群都在以下 那你要进入哪个社群呢 我选择笑傲江湖,点一下 这时候就出现笑傲江湖的页面 你要进入聊天室,直接这里选聊天,点一下就进入了 这时候已经进入聊天室 聊天室下方就是你的名字 你要用你的名字来贴文 那这时候直接在这文字方块输入按Enter就可以了 我们进入到这页面之后 如果已经允许你去邀人 这时候你怎么去邀请人呢 我们邀请,首先你要先进入到我们刚才的社群 那我这里是笑傲江湖的社群 右上角有一个人头的图示 我选择加就进入了 进入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到下方有一个邀请好友 这时候你选择邀请好友 就会出现你自己手机里头的好友名单 那你去挑选完之后 选择右上角的邀请 当然你要选的时候他就会打勾 出现勾的你选择邀请 他就可以去邀请人加入社群了 选择右上角的选单 在其他设定里头出现社群设定 社群设定 我们可以去管理我们的社群 进入社群之后 右上角有像3一样的选单 我点下去之后 出现页面 是选单的页面 那目前选单有很多的功能 我就向上滑动 向上滑动 逐一看 最主要的是要看其他设定 其他设定里头呢 管理者常常会在其他设定里头 设定一些限制 选择其他设定之后 就会进入到社群设定页面 我们是版主的人 这个功能呢 要多加了解 你才方便管理你的社群 我们看看社群设定 有什么设定 网上滑动 可以看到好多 例如说参加的人数 目前内定是800 还有公开范围的设定 管理成员管理前线 待会我们会再做说明 网上可以聊天记录 删除聊天记录这些 如果我们要设定参加人数的上限 内定是800 所以我们先要到社群设定 怎么到社群设定 前面已经说过了 你到了社群设定 我找到参加人数上限 我点一下 这时候它会出现数字 让你挑 我往上滑 滑到最底端就是5000 我选了5000 这时候呢 你就已经把参加人数的上限 设定为5000 管理员要进入社群 有三种方式 一个这个社群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进来 第二个是需要有密码 第三个需要管理员核准 我们如何设定呢 我们就是在公开范围设定里头去设 也就是说 我们先到社群设定 找到公开范围设定 选下去之后 就可以有这三种方式 让你继续去设定 社群的成员要如何进入 社群如何管理成员呢 也一样 是到社群设定页面的时候呢 选管理成员 管理成员里头 看有没有黑名单 共同管理的人员是谁 你转移管理权限 是把你的管理者 转给谁 那一般 我们建好之后 我们会去新增 共同管理人员 让比较懂的人 来帮你管理 然后呢 哪些不守规矩的人 你把它加入黑名单 管理权限 我们进入到社群设定的页面之后 有管理权限 管理权限 可以设定很多 每个功能当中 是谁能够用 谁不能用 几乎很多重要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设定管理员 与共同管理员 一起来维护 管理员权限呢 要善加利用 你就可以把社群管理得很好 管理成员的加退 系统讯息 要不要出现 出现社群设定页面 选管理成员加退的系统讯息 成员是加入的时候 或退出的时候 或强制被退出的时候 要不要出现讯息 由您决定 所以很多的功能 都是要你进入到社群之后 才能使用 本单元介绍您 如何进入社群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